第29章 结束这场闹剧 大伙坐在餐桌吃起晚餐 李平问周天琪看得如何 周天琪说叶太太根本没有回家 而是去找其他的太太们 说她的闲话 李平吃笔也放下玩 就知道那位叶太太没安好心 诗文琪问周天琪 叶太太到底说了什么 周天琪面有难色 无正面回答 只说她会拍些小鬼 去修理那些多嘴的太太们 清全却意外开口 说这是她处理就好 李瑞问坐对面的清全 会怎么处理 清全鸣嘴笑 说拔舌地狱最近冷清了许多 然后夹了一口菜吃 李瑞默默的吃饭 心里想拔舌地狱 不是拿铁钳夹住舌头 再慢慢的拉长拔掉舌头 天啊 这刑法也太恐怖了 不对 那是人死后魂魄瘦的刑罚 可叶太太她们还没死啊 要怎么处理呢 领圣腰王提醒了清全 神奇是不能插手烦忍的事 做干净点 不要被发现了 清全回她会小心点 然后领圣腰王贴心的夹在 给施文琪 并称赞李平的手艺真好 李平礼貌的道谢 李瑞颖见施文琪和领圣腰王相处的模样 令他想起了爸爸 自那天离别后 爸爸再也没有和他联系 好几次 他想传讯息给爸爸 可每次字快打完时 他又删掉 因为他知道 爸爸不会想要和他联络的 他又何必去打扰 李瑞颖心情有点低落 窝弄了碗中的名利 下一刻 一块鸡肉放入碗内 李瑞颖抬起头 对上了清全的眼 清全说这鸡肉真好吃 雪霍夹了菜也放在李瑞颖的碗内 说这菜真新鲜啊 要他快点吃 牧城神尊则是夹小鱼 说这鱼太好吃了 而施仲坤盛了一碗汤 放在李瑞颖的面前 说这萝卜汤真鲜甜 领圣腰网不懂他们在干嘛 也夹了一块猪肉给李瑞颖 说他太瘦了 多吃点肉补补身体 李瑞颖看着碗内 满满满的菜肠 感动的眼眶饭泪 大口的吃起饭 李平让李瑞颖慢点吃 爷爷着 周天旗飘到李瑞颖的身后 关怀了他宝贝的女儿 李瑞颖原本有点煎熬的心情 在大家的关怀下 负面的情绪 马上消散不见 他又恢复笑脸满面的李瑞颖了 晚饭后 大家坐在客厅的看电视聊天 领圣腰网见到电视的反应 就和雪珀当初一模一样 雪珀以过来人的经验 跟领圣腰网讲着新奇的东西 李瑞颖泡好茶 小跑步的上楼 周天旗怕他跌倒 叫他慢点 注意安全 可李瑞颖不想浪费时间 他得抓紧时间学习 当李瑞颖满心期待的跑到顶楼时 等他的却是牧尘神尊 牧尘神尊微笑的坐在椅子上 桌上还摆了棋盘 李瑞颖尊敬的称呼 但脸上的困惑感 却泄露他的心思 牧尘神尊让李瑞颖先坐下来 李瑞颖听话坐下 倒了一杯茶 钻给牧尘神尊 牧尘神尊接过来 喝了一口茶 说他泡的茶真好喝 怪不得清玄会舍不得离开阳间 李瑞颖问清玄哥去哪里了 牧尘神尊放下杯子 说清玄太久没回明界 他得回去处理公务 不然又要被人盯了 走直向了天空 李瑞颖问 是天地吗 牧尘神尊问 他还知道清玄多少事情 李瑞颖说 只知道清玄哥是天地的弟弟 及明王妃一些事 牧尘神尊亚一尔问李瑞颖 清玄告诉他子灵的事吗 李瑞颖疑惑说子灵是 牧尘神尊回那是明王妃的名字 李瑞颖说清玄哥只告诉他一点点太深入的事 清玄哥不想讲 他也没问 牧尘神尊反问了李瑞颖 吴好奇清玄跟子灵的事吗 李瑞颖说他好奇 但他不能问 清玄哥不想说 就代表他心里还很难过 他不想戳清玄哥的痛处 牧尘神尊满意的笑 说他把赌注压在他身上 果真没错 李瑞颖不明白牧尘神尊是什么意思 牧尘神尊说没有 只清玄不知何时才会回来 这期间他和领圣妖王会轮流教他 今天先教他下棋 练功固然重要 但心也要修平静 这样遇事才不慌乱 别学那只狐狸啊 都急睡了 还只想玩乐 一点天狐沉稳的模样都没有 真不晓得当初是怎么修炼成天狐 一楼的雪货打了喷嚏 但他不以为意 继续看电视 接着牧尘神尊开始教李瑞颖下棋 虽然李瑞颖一直输 但他觉得下棋挺好玩的 第三十章 第二天晚上李瑞颖性匆匆的跑到顶楼 等他的却不是牧尘神尊 而是领圣妖王 领圣妖王何而可亲 跟李瑞颖说 今天换他教他 李瑞颖满心期待 领圣妖王会教他什么 领圣妖王要他拿出短题 李瑞颖从口袋里拿出短题 领圣妖王要他以短题做武器 攻击他 可李瑞颖不敢 待在原地不敢动 领圣妖王不等李瑞颖是否有所行动 直接攻过来 以赤手搏击李瑞颖 李瑞颖赶快用短题 挡下领圣妖王的手 他们一来一往的搏斗着 有好几次 李瑞颖被打倒在地上 可领圣妖王没有同情他 反而大声的喝斥他起来 李瑞颖咬紧牙根的站起来 继续对抗领圣妖王 一个小时后 李瑞颖和刘夹备 站在原地大喘气了 他没有力气了 望着领圣妖王一步又一步的步伐 乍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 他立刻拿短题吹奏震魂曲 领圣妖王一听曲子 马上而停止脚步 等李瑞颖吹完 领圣妖王换上了笑容可举的脸 不断的称赞他反应冥冥 是个可造之才 怪不得清选 执意收他为徒 李瑞颖一脸茫然的问领圣妖王 是什么意思 领圣妖王说 面对危险的状况时 不能只靠一生的武力 也要懂得随机应变 方才 他的体力已耗尽了 他故意靠近 目的就是想看他 会做出什么判断 李瑞颖感谢领圣妖王 让他学到宝贝给一课 领圣妖王疼喜而摸李瑞颖的头 直说他是个好孩子 要不是被清选抢走 他也想收他为徒 不过没关系 当不成师徒 当妇女也行 李瑞颖纳闷的重复妇女二字 领圣妖王溃叹 只学过有跟他说他的事情 说人才是最无情无义的动物 为了莫须有的传说 李瑞颖的父亲 磕破了自己的女儿 这是天里兰农 日后定位遭受到报应 他们胡祖 向来视子女为珍宝的疼爱 绝不会因为其他的因素来残害子女 虽然他们是不同物种 但他很喜欢李瑞颖 想收李瑞颖为甘女儿 李瑞颖有点受宠落尽了 他谢谢临圣妖王的好意 但觉得自己是不幸的人 而且他还是血月之人 临圣妖王问李瑞颖 不是要重新开始 为何还拿血月再次捆绑自己 要他幸福来领时 得积极的去争取 不是畏畏缩缩 迟疑不觉 这样幸福很快就会溜走的 李瑞颖听完沉默一会儿 才心难答应 于是临圣妖王在李瑞颖的胸前施法 脖子上的玉佩 旁边出现了一颗小拇指大小的牙齿 临圣妖王说 每代的妖王先逝时 会留颗牙齿给后代的子孙做纪念 这是他父王的牙齿 现在传给他 不管他生或死 九尾狐祖永远是他的靠山 李瑞颖觉得这礼物太贵重 要临圣妖王收回去 临圣妖王不收 问他是不满意他这位干爹吗 李瑞颖说他没有不满意 他也很高兴 两人开心的相视而笑 到了深夜 李瑞颖躺在床上 对今晚发生的一切 感到很不可思议 他居然变成了妖王的干女儿 如果清玄哥知道这事 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 不知道清玄哥什么时候会回来 在冥界过得好吗 他好想念清玄哥 希望清玄哥能早日回来 就这样李瑞颖每天到了晚上 牧城神尊和临圣妖王会轮流教他 有一晚 临圣妖王叫雪魄和李瑞颖比划一下 李瑞颖虽学得很快 但他毕竟是凡冷 手脚没有雪魄迅速 一个几掌躲不过 被雪魄击中了跌倒在地上 士文奇心急的搀扶李瑞颖起来 才要开口骂人 就见临圣妖王 拿着狼牙棒追着雪魄打 纵使雪魄不断的道歉 临圣妖王能气炸要揍他 因为在临圣妖王的观念里 妹妹欺负哥哥是天经地义 但哥哥欺负妹妹却是天理不容 施文奇和李瑞颖见着滑稽的画面 开回来大笑 每天的日子都过得很充实 白天认真的学课本知识 放学后就去礼品妈妈的店帮忙 李瑞颖与淼淼也亲近了许多 苗苗告诉他 那天发生车祸时 他挡在小男孩的前面 他不想小男孩死掉 因为他死掉时 妈妈哭得很伤心 李瑞颖称赞他是好孩子 以后会做好吃的饼干给他吃 苗苗告诉了李瑞颖 要小心那个穿白色衣服的男人 车祸那天 那位男人就站在对面看他 他的眼神很奇怪 李瑞颖要苗苗描述看到男人的模样 听苗苗描述完 李瑞颖才知道 苗苗口中的男人是清玄哥 出车祸时 他还没认识清玄哥 清玄哥又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还看着他 也太奇怪了 不过他相信清玄哥 对他不会有恶意的行为 他想起前天遇到叶太太 跟几位太太们 他们见到李瑞颖时 脸色怪异 还手捂住嘴 不敢的讲出声 双眼惊恐的盯着李瑞颖 李瑞颖心惊胆跳 快速跑回家 跟大家讲这事 雪阔才说 清玄抓他们几个人的身魂回明界 然后丢到拔舌地狱受刑 再叫鬼猜 把魂魄带回阳间 完毕归照 所以他们隔日醒来 只会觉得做了一场气恐怖又很痛的恶梦 经历过这场恶梦 大概看到他们几个人 会很惊惧吧 这温奇大声的喊好 谁要听三姑六婆讲那些没营养的话 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乱嚼舌根 李瑞颖觉得二人受到处罚是好 但也担心清玄哥这样做 会不会有事 在冥界 清玄坐在椅子上 双手拿着手机 萤幕上显示了雪破 噼里啪啦讲不停的声音 清玄不觉得烦 文判官站在不远处 看冥王大人满脸堆笑 表情夸张的对身边的阿里说 他没看错吧 冥王大人在笑 阿里习以为常 心里想雪破大概又在跟他抱怨阳间的事 还是阳间比较有人味 嗨 清玄到底什么时候忙完 他超想回阳间的 文判官又惊讶 指冥王大人怎么会有手机 阿里问文判官 怎么会知道那奇怪的东西 文判官说 他属下的属下的属下的亲戚 有烧好几只手机给他 也送了一只手机给他 并从怀中取出手机 阿里听得发暈啊 说文判官讲话能省月点吗 要重点说好吗 文判官以为阿里不高兴啊 恭敬的弯腰致歉 阿里翻白眼的说他没生气 文判官问阿里 明王大人在阳间是不是受到刺激 阿里问文判官怎么这样说 文判官说明王大人一回到明界 就先整顿地狱 把一些小鬼另外收押 还带几个生魂回来受罚 受罚完又送回去 这种事明王大人从未做过 也太仿常了 阿里倒不意外 他知道清玄这样做 是何用意 至于笑 阿里说 平日里不是嫌明王大人太严肃 现在会笑了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 你们这些鬼还真难伺候 文判官赶紧说不是 明王大人心情变好 他们这些属下当然乐见 对了 还有一事更怪 明王大人居然变动一个人的生死步 还小心的放在阳内 施咒与锁住 并要他收藏好 不可让人发现 阿里问知道是何人吗 文判官小生地道 李瑞颖 其实名字 阿里早就新知肚明 只是想透过文判官再次的确认 嘱咐文判官 不可说出此事 此人对明王大人很重要 千万要保密 文判官的遵命 也有意思吗 文判官 文判官 感谢观看